那我们来看一下上礼拜我们大概几个重点 包含就是说呢我们做什么呢 那个班级的合并 也就是说如果一班二班三班 当然可以把它分割有没有 也可以把它合并 所以其实后面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做分割跟合并 其实资料库里面很多地方 其实也就是在做资料的分分合合 所以其实如何把那个Excel里面 把它快速的合并跟分割 里面呢其实用了很重要一个物件 叫Range Range里面的话 哪个范围 范围里面点Copy Copy后面的话呢 跟他讲说你的那个目的地要在哪 Distination 就是你放在哪一个储存格 开始储存格在哪里 他就帮你把资料Copy过去了 OK 不过Copy过去的话 会有一些问题 他只会Core什么 Core资料过去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 假如那个范围里面 还有一些格式的话 那你可能就没办法用 用Copy 因为Copy只会带资料过去 那如果说你要连格式一起过去的话 那你可能要用类似 那个复制 然后Copy之后的话 有个Pester Pester后面有个Special 有个方法叫Pester 就贴上 然后Special就是选择性贴上 选择性贴上 看你要是什么 全部 只有值的话 就是Copy 没有Copy就只有值 但如果你要Copy 所有其他东西的话 你可以贴上 包含全部的话 包含格式 那你可能就要Pester Special 后面的话 加一个参数 那如果你那个参数不会下 没关系 按F1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你用什么录制聚集 有没有 看一下它录下来的 你选择性贴上 只有录下来 你看一下它的程式 你把那个程式 再放到你要放的程式位置 这样也是OK的 所以有些东西程式不会写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透过录制聚集 可以产生一点东西 OK 那也就这样吧 其实我觉得VPA有个好处 就是有些程式不会写 没关系 它还可以透过录制聚集的方式 产生部分程式 那你再把那个部分程式 结合到哪里 结合到你的程式里面 对不对 比如说你跑个回圈 比如说你那个动作 一直要重复做的话 那你只要把它放在 你的回圈里面 它就会帮你重复 做那些事情了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我觉得VPA的 这部分弹性是比较大的 它可能跟Python Python就没有录制距离 这一回事 OK 所以相对起来 我觉得VPA在这个部分 其实是相对的比较友善一些些 第二个是说 环境部分的话 像这个什么 我们Esser打开开发人就有了 那这个部分 当然如果你跟Python比下 当然Python也没有办法那么方便 直接打开就有了 而且直接可以写成 因为Python光要安装环境 又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那之前有同学问我说 那到底应该怎么学习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不管 反正有没有工具 反正你只要 第一个你要知道说 你学的工具是要拿来做什么用的 如果你的工作里面都是Esser的话 或者以Esser为主的话 那我建议你优先把VPA学好 但不是的话 比如说你的工作业系里面 没有太多的Esser可能都是要处理其他的大数据 其他的资料的话 那也许你可以把Python 比如说你都要抓网络资料 做网络爬虫的话 或是做大数据分析的话 其实这两者其实各有它的长短处 所以你可能要两边结长如短 或者互相的协同应用 才是比较好的方案 这个我想很多同学都会一直问到这个问 到底哪一个好 其实对我来说 反正只要能够把问题解决都是好 管它是什么 你就不要一直在那种问题上面 一直在想说到底哪一个 反正就跟今天到底你要到学校 做什么交通工具比较好 反正以你方便为主 比如说像现在疫情好像比较趋缓的 以前可能你还单应搭捷运或搭火车 会有被感染的危险 现在应该比较好 也许你就出门就搭捷运也许OK了 对 离学校又蛮近的 对 它之前是因为可能感觉好像蛮危险 所以就自己开车也是方案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觉得 它主要目的就工具嘛 OK 那你就把它学起来之后的话 那你随时想要怎么用 你就可以有个解决的方案 但如果你手边没有工具的话 那变成你只能突发炼钢 会变成很多事情 就没有办法很快把它做完 OK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上礼拜呢我们还有讲哪一些呢 就合并 合并一到三月变成第一季 那另外的话还有什么呢 捐款明细把它合并12个月 合并在 所以上礼拜呢 我们很多的三个范例 基本上都是做什么 做那个工作表资料的合并 那里面我刚刚讲的range.copy 到哪一个部分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再做其他练习 那今天的话 也许我们来看问题05 就是说呢 把这个资料呢 假设我今天要做什么 做查询系统的话 问题05 该怎么做 那讲这个之前的话 因为上个礼拜 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之前讲过的范例 Google的试算表 那之前我们做的方式是怎么样 就是把这边的 这个D栏里面的资料 切割到G栏 那里面的切法就是说 一个就放一个 如果三个呢 就往下放 1 2 3 也是先把它切开 切开之后 切开之后 然后呢 再把它分别 放到这个 第一个就放在 它的隔壁 第二个就往下放 第三个就往下放 一直往下嘛 OK 把它全部做完 但是呢 就类似像这样 切割 全部做完 清楚 但后来同学的逻辑不太一样 同学逻辑 我把它再这个复制过来 一个好了 逻辑好像是变成这样 第一个 假如说这边有三个对不对 那你可能就先要插入什么 插入一个是应该这样嘛 然后把这个的第二个 怎么样 把它搬到 把它有点像剪下好了 剪下放在这里 然后这上面这三个怎么样 再复制 放到这边来 然后还有这个嘛 所以再插入一列 然后再插入下面那一列才对 插入列的位置 可能要注意一下 插入列 然后再把这一个 VBA与资料库 把它放到这边来 然后这边的资料呢 再复制 再贴过来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那如果说类似啦 假设我们的需求是这样的话 那要该怎么做 其实我跟各位讲 这个其实写起来并不复杂 里面的话 大家注意几件事 第一个 我们刚刚做的动作 也就是你刚刚做的动作 你都要把它变VBA的程式 当然如果 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写 还有一个方法 录制聚集 其实我们做哪些动作 第一个 就是插入列 插入列的位置 我们要跟他讲一下 我要在哪一列的位置插入一列 插入列之后的话 再把原来这边有三个 我们前面讲过嘛 Sprits 你可以把它切割 切割之后放在那个array里面 那如果0的话指的是第一个 1的话指的是第二个 所以我把第二个 放到下面的位置 第一个位置就放哪里 放这里 1 2 3 那我只要插入一列 再来做什么 把上面这边的资料 复制到这边来 插入一列 然后再同时复制 然后再插入一列 再把下一个的资料放到这边 然后上面这些资料再复制一下 应该是这意思 所以程式该如何写 不过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们就是要把全部的列全部处理完 所以我们之前一定是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向下最后一列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今天插入列的时候 我们刚刚是28 不过现在已经变30 为什么 因为插入两列了 所以你刚刚如果写for i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28 它跑到28列 它底下你插入很多列 变成资金到第28 它就不跑了 所以我是建议如果像这种插入列或删除列 反正这种建议是什么 反向维圈 从下面往上处理 就比较不会问题 这里的话 至于怎么做 我这边其实已经把它做好了 我这边程式已经写好了 我给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应该是这边程式 程式的话 我这边已经有写了一段 我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刚刚的程式就是这一段 资料切割 我们前面是123 这边是第4 也就是说程式里面就先切割之后 然后呢 那要总共 要决定插入几列的话 那我可以用U棒 之前讲过 U棒就是 那个阵列里面 到底它的最大的 比如说三个就0、1、2 就这边会返还2 那为什么不等于0呢 意思是说 如果它里面只有一个 不等于0意思是说 等于0的状态 就是它里面 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跳过 不要做任何的事情 可是不等于0意思是说 它里面不止一个 可能有两个 可能有三个以上 那我要做什么呢 第一步 把第0一个放在它的D栏 意思是什么 这个地方 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底下的话再去插入列 并且怎么样 再复制资料 OK 我先demo一下给各位看 细节部分我待会再跟各位讲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反向回圈 也就是从最下面追踪 到step 到2 step-1 那当然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它很快就全部做完了 但是它会 有没有发现 全部都OK了 最后做完的话 感受向下 总共141 本来28 也就是在里面增加了 大概有100多个 OK 那你会发现刚刚哪个地方 有三个的 其实就是哪一列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就是减的这一列 减圈圈 它三个 就插入三列 然后呢 分别把 这 它原来有三个资料分开 然后呢 它这三个都长一样 因为是复制下来的 OK 那程式该如何写 真的不多 就 其实就是我的想 我的写法是吧 就是把我刚刚做的动作 把它 跟 这个VBA的对应程式 把它结合在一起 就可以把我的程式写出来 请各位呢 也许可以先想想看 那待会的话 我再 跟大家分享 我这个程式 怎么写出来的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个 第 这个范例 Google试算表 然后 复选 资料 切割 这部分 好 啊 我 我 我 谢谢观看